他可能是總統的候選人 所以他身邊也是有很多支持他 當然也有所謂的北流啊 南流啊 這個我們不去探討 探討民進黨自己內部的事情 我們比較關心的是 這個國家的大事了 因為繼鄭文燦之後呢 下一個又是原來競爭者 也就是說民眾黨所提的 黨主席柯P 他原來是代表民眾黨參選總統 所以讓民間他就會感受說 你是不是要把你2028年的 可能的跟你的競爭對手呢 在第一個時間就把它做掉 很多經歷過被檢方偵辦案件的人 雖然最後可能也無罪 或者是即便整個過程當中 沸沸揚揚的情形 大家都知道呢 有幾個事情在柯P的事情上面來講 是非常特別的 第一個就是說 哎 搜索票的內容 為什麼會當事人 是不是連Copy都不能Copy 因為我們看到這個 媒體報導上面講說 這個律師在閱券的時候 他只能夠操錄嘛 所以如果這個犯罪嫌疑人 他自己都不可以的情況之下 那究竟民進黨黨中央 他貼出來幫法務部說明 這個搜索票的這個內容 也蠻扯的 不過他後來把它撤掉的時候 我有給他加冕一下 因為我說這個 知錯能改 散破大煙 民進黨政府連檢方 都能代為發言 對 所以我覺得這整個事情 要說民間的聲浪什麼樣的話 我覺得其實基本上來講 執政黨大概應該要檢討自己 因為畢竟是無風不起浪 然後通常來講呢 通常來講 在辦刑事案件的偵辦的時候 我想如果立英有訪問 有檢討案背景的人都知道 通常來講你都是收網 也就是說你不會在第一個時間 你就是找那個 核心的 對 你不會 為什麼呢 如果你是要真的偵辦 如果你是要真的偵辦案件 你一定是確定你的證據確確 然後 都鞏固了 然後找這個人來的時候呢 只是給他看說 我們現在有這樣的證據 這些證據你有什麼樣的意見 然後呢 可是在這個案子裡面呢 看起來 最起碼 我們從外部的訊息上面看起來 它的這些 因為你知道 它通常收網的時候 從最基層的人往上的時候 很多的時候 最基層的人 都是可以當污點證人嘛 所以它可以認罪協商 然後轉換成污點證人 你看到很多的刑事案件 其實都是這樣 可是在這個案子裡面 我們沒看到 我們沒看到 也就是說沒有說 從下面網上收網的情形 直接打 直接打柯文哲 然後柯文哲才會就是 他才會講說 你們根本就是看著 到他家裡頭搜索 半天之後拿著你 你從人家家裡頭搜索出來的 看圖這個解析說故事 那你在看到這個司法單位 在辦這個案子的時候 我覺得也是跟一般的情形 也不一樣啦 你看從前面的時候呢 他夜間訓問 其實為什麼會有夜間訓問 要經過當事人同意的原因 就是說因為你經過 長時間的訓問的時候 有時候在你精神恍惚的時候 平安講有時候 你在問問題的時候 他可能不見得 比如說人家講說 你有沒有偷腳踏車 那你很恍惚的 精神恍惚的情況下 你可能講說 對啦 但是是怎麼樣子 所以他就去截取 截就變說真的有偷 你承認 對 對 對 所以他就是夜間訓問 有時候就是要確信 不要讓犯罪嫌疑人 他太匹配的一個情況之下 可能他真正出來的 跟事實的真相是不一樣 所以當柯P呢 他拒絕夜間訓問的時候 你記不記得那時候 要求提審到法院的時候 他是駁回的 對 失敗 院方是駁回的 院方駁回之後呢 檢方就揚揚得意了 因為覺得就說 那個繼續 繼續的信問 然後那個時候呢 其實他也剛好 我覺得所以我一直在講說 這件事件柯P能夠回來 小草的功勞很大 真的 所以法官也有 把小草的新聞看進去就是 我覺得法律上面來講沒有 但是他心理因素上面又沒有 因為他也沒有想到 這個事情會這麼 真的會引起軒然大波 對 軒然大波嘛 因為原來他覺得說 哎呀 這再也可以修理 就修理一下 但我覺得啦 我覺得其實從原來的 事先案到現在為止 大家有沒有看到 就是執政黨的它很多的東西呢 它都不像過往一黨獨大的 一個情況之下可以為所欲為 包括什麼 比如說NCC的人選嘛 然後包括大法官的人選同意權 原來其實大家都知道說 大法官同意權應該是在 很快它就要屆滿了嘛 所以它的視線的部分呢 趕在上一波的時候 屆滿之前趕快 趕快把它處理掉 那時候大家還在講說 有可能這麼快的處理方式 我們那時候還統計 所以你會看到整個的 為什麼民間會有 這樣的疑慮存在呢 就是說它是不是一個 單純的法律事件 或者是一個政治事件 你從這個零零種種的 不管是人選的 這個同意權也好 或者是國會改革的 這個視線也好 那個時候你記得我們討論的時候 我們就講說 這個它只是一個前菜 那只是你吃宴席的前菜 你真正的主菜 上桌的主菜是什麼 上桌的主菜 我們那時候講的就是罷免 結果後來我們講罷免之後 後來不是這個 金融市的罷免就出來 對 謝國良的罷免潮就出來了 對 就出來 那我想說接下來呢 其實我覺得這一招出來呢 它有兩個目的 第一個呢 我覺得它是 主目的應該是可以看到 民進黨在國會裡面 它在過往的一個會期 它沒有占到便宜 所以它必須要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接下來是立法院 會進入審預算的 下個會期是預算會期 所以呢 基本上來講 它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想辦法要把人數眾多的 藍家白先讓它折損 而且不只啊 不只 為什麼我這樣講呢 我為什麼講殺雞儆猴啊 殺雞儆猴的意思呢 它其實是你看它整個 峰迴路轉 你從柯P的案件 你就可以看到呢 它其實要告訴的人 不僅僅是民眾黨的人而已 它其實是告訴所有的政治人物 所有的政治人物 因為它連它自己的人也辦啦 你知道 它並不是沒有辦的 你說是賴總統嗎 對 它的想法 當然它是說 它對於司法事情 它不對個案評論嘛 對 但是我們現在也不是講 我們也贊成打勘服啦 但是要有證據吧 對 不是 但我們不是在講個案 我們是講總瓜的 我們在講總瓜的 為什麼 總瓜的來講呢 其實有沒有東西 很多東西應該辦 太多的 但我先回到我剛才講的部分 它也是給政治人物一個警示說 欸 你有沒有黑資料在我身上 嗯 在我手上 真的去桃珠影園 柯P去那邊唱歌吃飯 其實有什麼貪章王法的事情 也要有證據才能講啊 就像賴清德說 他不會跟建商來往 但是明明他在北上 當行政院長的時候 他在進入金華官邸 旁邊站就是建商 去幫他整理房子啊 我覺得這個事情 大家應該這樣看啦 IMB的事件 到今天處理了沒有 沒有啊 IMB事件的金額 跟這個案件的金額 差太多了 是啊 我們在講說 高端的事情 高端的事情 那可是老百姓的 辛苦的納稅錢 沒錯 還有人因為打高端 死掉 這個我們都有採訪到 當事家屬 對 然後呢 可是那個時候 從這個我還沒卸任的時候 那時候就講了 那你可以看到那時候 那時候這個陳時中 還出來講說 這個保密三十年 我們說怎麼會有保密三十年 三十年是刑事上面的追溯權 三十年啊 然後後來講說 絕對機密的話 只有總統才 你怎麼會是 你就決定是三十年 然後後來才搞了 就是說從 所以你從這個整個過程當中 你就會發現 有時候呢 這個他希望 他最終這個法律的案件的結果 不知道 因為法律還是要依照 這個事實證據 可是在整個的過程當中 整個我們就以柯P來講 就是假設柯P是 不像這個外面所外傳的 這個他有收穢的 這個情形存在的話 他的整個人設呢 在你的這一波的過程當中 他已經整個被摧毀了 他已經整個被摧毀 所以這可能也是 執政黨的一個目的之一 我就算不能把你壓起來 但是我也把你的 那個形象整個都打散 好 接下來一點點的 這個廣告時間好不好 這是皇家呵護 曠光清爽高防護 高防曬銀霜 我現在外頭最需要的 現在還是天氣還蠻熱 太陽蠻大 委員我們讓你擦一下 好 這是防曬係數 五十 哇 那很高耶 五十 對 我也擦一下 雖然快要秋天 大家說有秋老虎 那個太陽一樣是非常的 尤其是南部的 我上次去參加那個 江啟城突然給我 那個叫我去支援一下 我到那個南部的那個 我們有個論壇 結果呢 在那個咖啡廳裡面 它的那個 它的那個汗流 夾背到什麼程度你知道 汗水一直滴 它不是滴啊 它是直接的 直接的這樣子 褲布 對 流下來 我還要把整碟的衛生紙 給它 你知道 讓它去 所以你可以知道說天氣熱 天氣熱 我們還是要跟觀眾朋友講 這個出外呢 還是要注意這個 防曬 防曬 這個UV 它不是美容而已 它其實對皮膚的健康 也是一個保護 對 因為它是凝膠狀的 所以有些那個防曬品 它擦起來會粗粗乾乾的 但這個是凝膠狀 所以看 所以其實還嫩嫩的 我覺得跟我平常在 哩音的時候比較漂亮 沒有 沒有 瑋圓你皮膚比較白 我真的也都曬黑了 所以也是蠻需要這個防曬 而且不乾 不乾裂 有些防曬會乾裂 但這個不會 蠻舒緩的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 藍光神盾的炸澡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 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合護您 合護前家人 專屬您的KS Royal Care 暖光清爽高防曬凝露